好 随着林安少年拍电影《全球热卖》 这片中的老虎也跟着夯了 自南加州桥社最近就有一场三代老虎图 自己相逢的一个聚会 我们来看到这个图啊 它是出自于三代师徒的创作 包括了国画大师张大千 哥哥以画老虎出名的张善兹 以及呢张善兹的徒弟莫林飞 以及他的徒孙 那么旅居圣尼亚哥的这个庄景辉啊 就是他的徒孙 透过镜头我们带你来看看 三代师徒画出来的老虎图 墙壁上威风凛凛的两只老虎 就是画虎大师张善兹的亲笔大作 另外一幅皮毛质感立体的老虎 则是其弟子慕林飞的作品 这都是中医师于世杰的传家之宝 因为热爱张大千画作 而连带收藏他哥哥的画 原来于世杰的父亲 韩国知名中医师于仁平 曾与张大千在韩国结缘 两个抱抱就讲说 耳朵上讲说 老先生这货两个回甲 一个回甲是60米 两个回甲120米 老先生都在哪里 高兴的因为个子比较矮 高兴的拍 拍了以后就在耳朵讲说 我眼睛不好了 有机会去看看我灯黄的时候画得好 然后那些东西在国外都有 尤其在韩国 日本 张善茨的徒孙也是穆林飞的弟子 庄锦辉 带着他的老虎画作登门请义 他表示虽然是同门师徒 但三代老虎风格迥异 因为在古代没有动物园 所以是找猫画虎 随着时代演变观察老虎的机会增加 因此历经80多年 师徒三人的虎画各有千秋 主要的着重点在于老虎的情感上 老虎的情态上 在表现他这些方面 不是表现外在的东西 不是表现那种张牙舞爪 那种外在的张力的那种 我们表现出内涵的东西 说白了一点就是一种迷人画的东西 从张善茨到慕林飞 画虎功力一脉相传 反映在庄锦辉的画作上 收藏家于世杰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三代虎能够齐居一堂 大家彼此观摩鉴赏 也让这难得的虎虎身风 吹进了南加州的一坛 以上是东西市委李敏金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